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航母的动态 海森豪号这个航母 从去年11月是留在中东 但是4月26号它从红海撤离 也有些媒体报道说 目前是大撤军的概念 它从苏伊士运河进入了地中海 还有这个路透也报道 夜门的胡塞武装 又攻击了两艘美国驱逐舰 对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 那个纳坦亚胡他这个拜登 拜登的话因为美国的大学 尤其是东部的这些大学 不管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格伦比亚大学 也包括宾州大学 甚至外沿到整个西部地区的大学 伯克莱大学 加州伯克莱大学 这个常春藤的 他们都出来这边做抗议跟示威 法国也有 澳大利亚也有 对 整个就变成外遗怪 那对拜登的选情会不利 因为这些年轻的选票都跑掉了 那拜登还想不想做连任 那当然他压力很大 那压力大赶快打电话给以色列 你在这个地方 尤其在加萨走廊 尤其在拉法这个地区 是不是要稍微收敛 不要那么的大张旗鼓 打完电话立刻叫拉法 对 就这样子 那反正他也不买账 所以你怎么看待以色列 接下来对拉法的攻势 我认为他还是 他会怎么打 他会进行 因为以色列的个性 那就看纳坦雅胡 纳坦雅胡个性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不会休止的 他会对他们做地面的扫帐 帐篷都准备了 当初十月七号去年 孰罪日的时候 他会报复就一定会报复 地面不得进入 一定会进入 打拉法一定会打拉法 这是由纳坦雅胡建议 除非把纳坦雅胡换掉 纳坦雅胡不换掉 一定打拉法 一定打南加萨 所以那种打法会跟这个 整个过去打北加萨一样 是一个炸成废墟的概念 就变成整个炸烂掉 然后人我有准备帐篷 是你们不来的 就老百姓这些老弱妇孺 都被炸死了 现在就是说 以色列对加萨的 对巴勒斯坦人 他是无差异 他管你什么 他是能够滥杀无辜 滥杀无辜就滥杀无辜 都已经杀了三千 这杀了三万四千多人 还在乎再增加个几千人 他不会再在乎的 然后连那个人和国的 那个人道救援组织 他一样炸 所以他也没说 因为误炸了 我这个后面的军事动作 我就暂停 或者稍微收手 或者减缓 不会 他一直到时候会一直打完 对 美国是很尴尬 进退失去 他不可能不支持以色列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国内反弹的声量也很高 所以这个航母的动态 他现在到地中海 这个动作是意味着什么 因为到地中海 因为他本来在红海 红海这个地方 能够发挥的力量 大概就是牵制到胡塞 那胡塞组织的话 在这个红海的出口 他西边是新奈半岛 东边的话 我们知道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跟沙奥地阿拉伯 所以他胡塞组织 对他来讲 那个沙契不用扭刀了 真正过去的是要到地中海 地中海 不要忘了有叙利亚 有泥巴嫩 那个地方 反而对以色列在这一方面的 军事上的动作会比较多 那你要放在哪里 你放在那边是对的 你要放在地中海 你放在红海的地方 是那个地方狭窄的水域 所能够发挥的回旋的空气 跟战略的价值不高 所以艾森豪威尔号 还是要到地中海去 放在地中海是对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广大的水域 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放过去的话 对以色列来看 可能也会对以色列有一些些 有一些表示说 不是帮助以色列停以色列 他放在那个地方 也是有一点点 要以色列 有些事情 军事上的动作 是要有一些约束 是这个样子 要有一些约束 那现在 黎巴嫩的真主党 对以色列 他也用无人机 也用榴弹炮 去轰炸 这个以色列的北部的地区 那这样的话 还就要说 不是光只是加萨 那加萨的地区 有这方面的军事上行动 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 也有这方面的威胁 所以我认为为了早一点点 结束到南加萨 这个比较重要 先结束到南部地区的战火 然后以色列再转移兵力 对我们叫黎巴嫩真主党 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动作 他是有先后次第的 所以他的重点 第一重点还是南加萨 北部先做拘束 然后再转移到北部的黎巴嫩 对这些这个地理上的名词 台湾民族可能会觉得 离我们很远 对不对 但现在因为自媒体的时代 所以我们看到一张又一张 近距离的照片 都是当地民众 或是记者所拍下来的 悦然在我们的眼前 赫然之间 这场战争就变得活生生的 感觉离我们很近 那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拜登跟纳坦雅胡 刚刚通话 讨论这个巴嫩 双方如何达成停火协议 而且已经开始谈了 不是吗 这边说要谈 那边就去炸这个拉法 对拉法进行了空袭 那拉法就在加上的南部 目前知道40人死亡 其中五名是幼儿 还有一名是婴儿 才刚刚出生五天 你先来看这个052D 为什么这个案子黄掉了 对052D 它后面加个1 这个就是外销的 052D它自己用 这个算是 这一艘大概10亿美金 那12艘就是120亿美元 所以像西班牙 买这2000吨级的飞弹巡防舰 140亿还贵 是这个样子 那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 西班牙的这个 我们所讲的这12艘的 2000吨级的飞弹护卫舰 它是 它这个 它的发 那个轮 我们知道 军舰的那个发动机 是类似军队心脏 这是美国的 那就是美国系列了 那美国产的 那这样子的话 将来它的整个的 后勤的修复 补给保修 就是美国系统 因为借西班牙的手 借西班牙的市场 这个美国的军品就过去了 到沙特 沙尔地阿拉伯 那中国大陆 其实中国大陆动物两地 是蛮不错的 垂直发射系统 7000吨 就是大型 这两个比较一下 一个7000吨级 一个2000吨级 对 那当然是7000吨级的 功用多 而且是垂发 垂直不同档次 它是飞弹驱途舰 这个是飞弹护卫舰 然后飞弹驱途舰 它的动位又大 然后垂直发射系统又齐备 价格也不便宜 一艘是10亿美元 12艘120亿 但是这个也是很贵 12艘是140亿美元 但是问题就是 以后的补给保修 这个市场就变成 西班牙跟美国拿去了 因为整个发动机是美国的 那其他的作战系统 也是其他相关的 欧洲其他国家 西班牙要做的 就是它的船壳 这个船壳西班牙的 那其他的作战系统 我们叫做火力系统 还有发动机系统 那是美国的 所以是这样 那美国 假如说这个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确实就是美国动手 但是其实后面是美国赚大钱 是这个样子 当然美国也不希望 中国大陆的军事的势力 军事的实质影响力 在沙尔迪阿拉伯这边越来越重 他会这样 这才是重点 对 因为哪怕这十艘卖给他 但是这十二艘卖给他 卖给沙尔迪阿拉伯 但是以后的军事上的合作 还要派技术代表 所以因为这个 采购052D 这个事情已经谈了很久 感觉像是谈定了 就突然之间风云变色 对 去年2023年的十月就谈定了 所以他还付了一笔定金 是这个样子 那结果后来的时候 那当然是美国从中介入 美国的力量很大 美国的影响力大 可能美国影响 美国可能当然也是对 沙尔迪阿拉伯 也可能做了一些允诺 在安全上面 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合作 因为如果真的是买了052D 就不只是什么 后勤维修前的问题 对 不只是前 后面的 就是军事上的影响 军事的交流 以后的话他用的是 如果是买了052D 那这样的话 跟中国大陆军事的交流 还有这个甚至海上的军事的演习 那就更快 更方便 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这是 这个拜登跟纳坦雅胡的通话 对 中东的部分几个动态 对 第一个就是才刚刚通完话 谈判开始前 立刻去炸拉法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宇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元德国专利 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供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